首檔月月配ETF 00929 買進風險跟期貨一樣高 跟這兩檔新的月月配ETF 大不同 我們想要玩EU5 好棒喔 最近台股最夯的話題之一 就是月月配息的00929 這是第一檔 每個月都可以領到配息的 股票型ETF基金 附華台灣科技優息ETF00929 從今年6月9日掛牌上市以來 就以超高的成長速度 不斷地打破各項紀錄 成為台股有史以來 規模新增速度最快的ETF 所以其他東西你看到3G 也僅羅密股推出自家的月月配息ETF 打算要來跟00929一站高下 這些新興的月月配ETF 到底有什麼優勢 最新要推出的兩檔月月配ETF 00934中性成長高股息ETF 00936台興台灣永續高息中小型ETF 居然都沒有平準金 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首先是規模達到500億所花費的時間 0056元大高股息ETF 發行也快17年了 就連0050這個Top1 規模最大的原大台灣50 也要花1829天 才能達到500億的資金規模 可是00929首檔月配高股息ETF 居然只花89天 就可以達到500億的規模 更恐怖的是達到500億以後 還停不下來 最新數據顯示不到10個工作天 00929的規模已經正式超越 006208副班台灣50來到740億 成為目前台股規模第四大的股票型ETF 第一名0050 第二名0056 第三名00878 第四名00929 這規模前五大的ETF00929 成立只有三個多月 比之前最夯的00878還更夯 資金募集的速度更快了10倍 不要以為第四名沒什麼 因為這規模前五名的本當 除了00878只成立了三年多 其他都是成立超過10年以上的老前輩 而00929只花了三個多月 就爬到現在這個位置 甚至有人說今年要挑戰1000億 都有可能 我認為1000億很快就到了 所以其他投信的經濟技能 看到這個數據都流口水啦 這也難怪 各家投信會急著推出其他檔的 月月配的ETF啦 大多數的金融商品 都以一年配息為一次 之後才開始慢慢出現即配的商品 以前想要靠ETF每月都領到利息 必須要很麻煩的自己尋找投資組合 買很多檔的ETF才能月月配 例如今年勘從 連配轉成即配的0056 就可以跟00878跟00713 組合成月月領息的投資組合 0056哇 1470月 00878 258 11月可以領到鼓勵 00713 369 12月 你各買三分之一 三個ETF都買 就可以月月配了 可惜的是0056才剛有點人氣回龍 誰知道半路殺出一個00929 買這一檔ETF 就可以月月領鼓勵 簡單無腦 誰不想要呢 那麼00929究竟為何能做到 其他ETF做不到的事呢 我們來看看它過去兩次配息的收益來源 這兩次的00929配息之中 鼓勵占比並不高 反而是用資本利得就是股價的價差 以及平準金來支付配息 但要注意一點 能使用資本利得配息 就代表成分股很強勢哦 這前十大成分股裡面的五檔股票 這月轉幅都高達13%以上 在一個很難做的8月份9月份的行情 還有這樣如此績效 真的是很誇張 難怪8月的配息有超過一半 可以用資本利得就是股價的價差 來支付股利 但如果這些成分股遭遇行情下跌 在00929沒有領到成分股鼓勵的情況之下 因為現在已經是年中的 比較少公司在發行鼓勵了 那他們就只能用 平準金來支付ETF的配息 平準金到底好不好 有好有壞 由於平準金就是自己的錢 好處就是配息能變穩定 但壞處就是投入資金 沒有辦法100%買進成分股 因為配息的時候你會拿到自己提撥的本金 對資本利得也會有少許的一些影響 不喜歡平準金又想要月月配該怎麼辦 所以這兩檔全新的ETF就橫空出市啦 00934中性成長高股息ETF 00936台新台灣永續高息中小型ETF 好我先講我沒有這業配的 這樣給我再多的錢 我也不會做微星之論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爆爆爆絕對不業配 好那這兩檔ETF都還沒有上市 預計會在10月16號到10月18號進行募集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檔ETF跟00929 來做一些簡單的比較 這個選股邏輯 你可以現在按暫停截圖後 自己慢慢看 因為本集這一集啦 的選股邏輯還不是重點 以後有機會再談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 因為還沒有上市之前 它績效到底會如何 我們無從得知 所以我比較想要更深入的探討是 00934、00936沒有的平準精緻度 投資朋友你覺得自己的本金 左手換右手 然後再發鼓勵給你 好不好 例如你給我100萬 我告訴你 我每個月就給你5萬塊 是不是很動能 可是這5萬塊 其實說穿的還是你的錢 那我給你有什麼意義呢 你感覺你好像賺到錢 如果真的是好事 金管會也沒必要出手 晚制平準金的這些亂象 看這個新聞就知道 ETF平準金亂象 金管會宣布以四大面向為規範 因為一開始00878 一開始沒有平準金 規模成長速度又太怪 每單位可以分配的收益被稀釋了 簡單來說 原先規模100億的時候 00878買進100億的股票 你可以領到5億的配息鼓勵 預計配發5億 但規模瞬間成長爆發 成長到300億的時候 還是只有5億的配息 因為那些鼓勵發放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卻要配發15億給投資人 因為規模變三倍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的配息金額會被稀釋 所以我認為00934和00936 這新的兩檔月月配ETF 也會遭遇類似的問題 尤其它們兩個都是月月配 很大機率會在首次配息的時候 配出低於預期的鼓勵 或是延後首次配息的時間點 甚至最後也決定消歸潮水 納入平準金的機制 我當然預告 散物最後還是會比較喜歡有平準金的 配息金額看起來比較多的00929 不過我個人沒有很喜歡00929 很多人沒有發現到 00929的風險是 RR5、RR5 比一般ETF的RR4還高出一檔等級 這就是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每一個等級 最高等級是RR5 RR5的風險有多高 台灣RR5中最有名的ETF 大概就是00631L 台灣50正2 以及0051元大中型100 撇開0051不談 00929的風險等級 居然跟追蹤期貨的0050正2一樣高 那不是告訴你的 買這檔ETF 就像操作期貨基金風險一樣高嗎 風險高的主要原因 就如同它的名字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ETF 成分股100%通通都是科技股 ETF原先用來分散持股 避險的功能就會減少許多 如果現在科技股完全不景氣 和金融業還算景氣 可是你這檔ETF可能鼓勵 就發泛不出來了 這就是00929最大的風險 00929四檔成分股裡面 100%都是電子股 夠集中了吧 所以這個應該要改名字 這00929富華高股息科技基金 可能他知道聽到科技兩個字 大家會比較怕有高股息嘛 另外就算沒有平準金 對我來說購買新ETF的風險也很高 因為沒有經過熊市的洗禮 沒人知道這檔ETF的績效會如何 如果你想要月月配 我認為最好選擇 依然是0056、00713、00878 雖然現在這三檔ETF也有平準金 但至少這三檔高股息ETF 有歷史有過去績效 0056甚至經歷過金融海嘯 依然沒有被打敗 會讓我買著更放心一點 想要月月配 我自己組可能更放心哦 如果你對月配沒有興趣 是想要賺價差的 這邊有一個秘密 你可以從00929的前十大 前幾大成分股當中 找出一些基優股買進 因為00929的成長速度太快了 投信不得不買進 一大堆00929的成分股 前五股人後來者 規模滾大的速度 超乎你想像哦 如果你買進00929的成分股 投信會不得不幫你抬轎 我認為近一個月 現在是大概九月中旬 這一個月內 這些00929的重要成分股 十大成分股 都有機會持續發酵哦 如果覺得我們本週爆爆爆 非常的精彩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下週六我們台股爆爆爆 再會啦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這個訂閱頻道 也有二十幾萬人 喜歡我們節目 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哦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ke 台股爆爆爆 我們下週見